64岁大爷隔一天吃一次他听 坚持五年 结果怎样 告诉你实情 我每天都按时吃药 怎么还会得关心病呢 吴大爷不解地问道 吴大爷今年64岁 在五年前查出高血脂 当时医生就叮嘱他 一定要坚持服用他听 而且饮食也要节制 但吴大爷觉得是要三分毒 自己身体没有其他的不适 便擅自减少药料 隔天吃一次他听 一直吃了五年 上个月 吴大爷肾上突然出现了胸闷胸痛 而且完全喘不上气 去医院检查发现 吴大爷由于痘性心率不齐 诱发了左侧冠状动脉堵塞 血脂也超标得十分严重 最终被确诊为关心病 这个情况令吴大爷十分诧异 自己明明一直服用药物 为什么还会得关心病 是不是这药物根本不管用 了解过往时候 医生告诉吴大爷 他之所以关心病发作 与其随意减少药量有很大关系 长期不遵医嘱服药会导致血脂再次上升 进一步发展成关心病 一 隔天去一次他听 会影响治疗效果吗 他听类药物是临床上最为常用的降胆固醇药物 可以降低低密度胆固醇 稳定动脉周样斑块 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关心病 心梗和脑梗等疾病 对于有洗脑血管疾病的人群而言 服用他听非常重要 部分服用他听类药物的患者担心长期服用他听会有副作用 血脂降至正常时能不能隔天服用一次他听 他听类药物最为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转安眉升高和肌肉酸痛 还有部分人服用他听类药物可能会有血糖上升 鸡肝水平升高 失眠以及胃肠道不失等症状 临床上建议在服用他听期间 转安眉指标超过正常值三倍 或计算机梅值超过正常值十倍才需要停药 至于血脂正常后能不能隔天吃一下他听 厦门医学院附属龙海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纪文杨提醒 不同他听类药物的半衰期不同 在血液内停留的时间也不同 但一般都不建议隔天吃一次 因为这样做会减少血液内的药物浓度 让治疗效果打折扣 可能会导致胆固醇水平再次上升 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发生 一些血脂已经达标的患者 可咨询医生是否能减少药量 而不是自行减少服用的量 二、长期服用他听类药物 有四点讲究 对于需要长期服用他听类药物的患者而言 日常要注意做好这四件事 避免加重病情 常用他听类药物的服药时间 但在24小时都在合成胆固醇 其中0-3点是合成的最高峰 服用阿托罚他听 瑞树罚他听等半衰期长的药物 一般一天服用一次即可 可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服用 新罚他听 普罚他听等半衰期短的药物外 建议在睡前服用 若罚他听空腹吸收会减少30% 食物可促进药物吸收 因此建议在晚餐顿服 批罚他听半衰期较长 建议在晚餐后服用 服药时需要避开一下食物或药物 服用若罚他听 阿托罚他听以及新罚他听等类型期间 要避免食用稀釉、葡萄釉等食物 否则可能会增加疾病的发生风险 同时要注意不能服用与维生素液 红酶素、克拉酶素、氨氯地瓶 T.G.瑞洛等药物联合使用 定期复查肝功能和基酸基酶 首次服用他听药药物 建议4-8周检查一次肝功能 无异常的情况下可6-12个月再复查一次 另外,他听类药物多在服药后 半年内发生肌肉损害 因此建议开始吃药一个月内 检查一次基酸基酶 结果正常则可以在6-12个月复查一次 不能随意停止服用他听 停用他听类药物后 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指标 再次上升 一些本身血脂指标正常 但有关心病、心脚痛、心梗 以及严重颈动脉狭窄等问题的患者 也不能停药 3-酱质疫苗在天心成员 半年打一针有效酱质 血脂异常除了服用他听类药物酱质以外 近年来 酱质领域又兴起了一种新型生物之剂 PCSK9E之剂 此前 我国获批上市的PCSK9E之剂主要有三种 分别为伊洛油单抗注射液 阿利西游单抗注射液和英克斯兰 而英克斯兰是目前最新货批上市的强效酱质真剂 于今年8月23日正式货批 那这三种酱质真剂到底有什么区别 伊洛油单抗需要两周或一个月注射一次 阿利西游单抗需要每两周注射一次 两种药物的酱胆固醇效果都很好 可让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水平下降60%左右 伊洛油单抗注射液未进入医保前 价格为1298元每支 而阿利西游单抗注射液价格为1982元每支 这两种注射液进入医保前一年的总费用 大约是三万块 目前这两种真剂都已经被纳入医保目录 大约可以报销70% 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用较低 而新上市的英克斯兰仅需要半年注射一次 一年即可让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水平下降50%以上 但英克斯兰尚未进入医保 需要自费承担 而且价格比较昂贵 为23000元每支 那有了半年打一针的酱汁疫苗后 高血脂患者是不是可以直接不吃他听 注射疫苗呢 从性价比来说 目前服用他听类药物依旧是比较适合多数高血脂患者 PCSK9抑制剂适用于使用他听类药物效果欠佳 使用最大剂量药物后 胆固醇水平依旧无法控制达标或是不耐受他听类药物的人群 当然 一些服药医从性较差 且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 也可以选择注射PCSK抑制剂来控制血脂 怕听类药物一定要遵医嘱服用 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去增减药量 别等到身体真出问题了再后悔 那时可就来不及了